中央社记者曾依权巴黎7日专电意大利政府官员近期束缚 批评法国政治,法方自觉受到冒犯,两国关系渐趋紧张 法国外交部今天宣布,将召回驻意大利大使,以便咨询 外交部表示,法国与意大利基于共同历史而连结,有助同样的命运 两国过去共同打造欧洲,为和平而努力,法国深重视双边关系 这促成双方在各方面合作,也拉近两国人民距离 面对21世纪的挑战,法裔有意是必要的 外交部表示,数月以来,法国遭受不断控诉,无根据的攻击,冒犯言论,这是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未见的,有其见是一回事,为达选举目的而利用关系是另一回事 外交部提到,近期的干预构成一种额外且令人无法接受的挑衅,侵犯了对友好民族的民主选择的尊重,也侵犯了双方在民主自由下选出的政府兼应有的尊重 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活动这个理由,不能把缺乏尊重合理化 欧洲议会议员选举将于5月底举行,如同近年几次重要选举 民粹主义与亲欧理念之间的拉锯仍是这次选战观察重点 意大利政府现犹疑欧派掌权,法国总统马克宏恩曼 埃尔麦克隆则是众所皆知的忠诚亲欧派 外交部指出,这些缺乏尊重的行为造成严重情况,令人质疑意大利政府在两国关系上的意 图,为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状况,法国政府决定召回驻意大利大使,以便进一步咨询 外交部最后表示,法国呼吁意大利采取配得上两国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行动,找回友谊关系和相互尊重 意大利副总理,民粹政党五星运动M5S领袖之一迪马尤卢吉迪梅奥近日在 法国与抗议政府的黄备新成员会面,宣称改变的风气已跨过阿尔卑斯山脉,引起法国政府不满 此外,意大利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、弗兰奇CFA等议题上喷 即法国,迪马尤指法国让非洲更贫穷,是地中海移民悲剧的始作俑者 这种法郎自殖民时期开始在西非国家流通 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马奥萨尔维尼也说过,希望法国人民能很快从一个很差的总统统治下解放 这类针对他国政府做援手的直接批评,在欧盟几个创始国之间相当罕见 10800,0207